好 继续再看到台东长冰箱在20号的上午11点半左右 发生一起意外 一名男子在乌石比渔港不慎落海 那么根据了解男子落海的时候身穿防寒衣以及救生衣 在离岸大约50公尺处载幅载城 仍意识清楚能够向外呼救 目前海巡消防以及空勤都出队来救援 海陆空搜救人员总动员 尽全力要救援落海男子 事发在台东长冰箱无石比港区 20号上午11点半左右 一名一字吊客的男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补生落海 据了解男子落海时身上穿有防寒衣和救生衣 在距离岸边50公尺处载幅载城 当下人意识清楚还能够向外求援 海巡消防空勤以及民间救难单位纷纷投入救援行动 风浪一波接一波 现场有海巡警销单位以及空警总队在海域持续搜救中 但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巡获落海男子 而在下午4点以前已经派出一艇16车60人次 以及真空机两架次 至于男子为何无辜落海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离青 这里是沙沙会场边相报道